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因为服务的对象都是企业嘛 很多都是这种也有这种华人的企业 当然他们因为也服务了很多美国当地的这些企业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共通的话题和感受进行交流 因为我们都是华裔嘛 但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 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收获真的是蛮大的 因为可能也是聊得比较开心 所以律师也给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因为他本来像这样的咨询 可能要大概800多美金一个小时 最后就给我各种discount 反正是相对真的让我觉得 已经是很让我感觉很很欣慰了 那具体多少我就不说了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 因为正好现在我自己公司 有一些新的这个业务是要启动的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内容的话呢 是我有点没有把握 因为我是帮很多企业做这种招聘啊 有关的这种服务 当然也有些其他方面 但是现在可能招聘方面会更加多 但是这个里面因为今年2019年呢 加州它的有关这种企业聘任的一些 法律和制度全部都在改 就是我们以前认为没有问题的 完全可以这个就是 就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这种支付 给这种员工的方式 现在全部都有了这种变化 这也都是因为很多这个大型的企业 他们遇到的问题 因为有了一个诉讼引起的 当然这个具体的细节 我还需要花些时间慢慢去研究啊 所以说今天真的是觉得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 不去了解有关的这些法律的话 那我们就很难去给有关的这些客户提供有关准确的信息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也是就是非常紧张的去学 因为你第一要准备很多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会跟律师谈到一些不同的其他的产生的问题 然后呢 因为我也要 一直要看时间 对吧 也不能聊得太久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尽了很大的努力 终于把这些基本的问题都解决 但是好在啊 就是我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呀 就是跟律师沟通之后 他觉得你的想法都还是很reasonable 都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说但是可能具体的这些细节的制定啊 那肯定是要律师来帮我做 后续还需要有这种会计师 还要再做一些东西 所以说呢 其实在我们在美国要是你要创业的话 其实要涉及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真的是要在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阶段 接触到的这个不同的专业人士 像比如说我这边有用到移民律师 就也有用到商业律师 也有用到这个非盈利方面 比较熟悉的 像这个税务方面的律师 那现在还有有关的这个劳工律师啊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 包括因为此前我也做很多社区服务 也接触过刑事律师啊 民事方面的 其实这些是有非常非常详细的细分的 那因为每一个律师 每一个专业人士 他的擅长其实是不一样的 都是会计师有的 他是擅长做体 也有的 他是擅长做非盈利机构的 他有非常多的细分 所以说其实即使是我们 对于这些专业人士 你还只认识一个也是不够的 你需要很多 所以这些呢我也会经 就是正好 就是我也有一些体会嘛 随着我们 每天可能我工作上遇到的呀 或者说我生活里面 今天看到新闻啊什么的 这个正好是我了解的范围 我也都会分享给大家 那也今天让大家正好也看一下啊 我今天从早上起床到出门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去getting ready for work的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从起床开始啦 我妈妈的和你都会分享吧 我妈妈的和你都会发现 所以就像我妈妈的一样 这些都在你都可以 Cristo 我妈妈的就像我妈妈妈的一样 那些都会发现 就像我一样 中文字幕一样 在许可 好 会 硬的 喂 鸡蛋 1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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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